Hello 大家好 先前都很有榮幸 和童德體育學會試了一次市展體驗班 今次自從上市展之後 今次就有很榮幸可以講到 現在童德體育學會這個報紙卷 到底和坊間的市展目標到底有什麼不同 以及為什麼會用這種報紙卷去做市展目標 好了 現在講到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市展目標 現在外面譬如說日本很流行 大家經常都會聽到就是我們講的斬隻 其實草籍的目標就是很多日本的師傅 甚至乎歐洲、外國的劍码現在都會用 但是草籍一般來說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科學研究 其實它只不過是可以模擬到我們叫肉質的物體 肉質的物體其實草籍包不到人骨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軟身的目標 如果想做到一個骨的效果 在日本的師傅有些也會找他們很常見竹林裡的竹 去模擬骨的目標 他們如果想做到肉和骨的 他們有時就會把那些隻包住這些竹 就變成一個可以模擬到人體的結構 而在外國也很流行 其實大家經常都會看到那些 如果有看過一些科學雜誌 他們的pressure test 一些刀劍、槍械、槍械 其實都會用一些我們叫做Balistic Gel的人造Dummy 其實都會用一些我們叫做Balistic Gel的人造Dummy 就很多大家見到甚至乎撞車的測試 你都會見到這些人公仔 這些公仔裡面就是Balistic Gel 裡面包了一些他們造的人造骨 以及一些內臟去造成這個試斬的目標 其實剛才也講到這些試斬目標裡面 還有譬如你說豬手 其他動物的屍體去造 但其實這些有什麼問題呢 譬如豬手它有不蓋化 以及它的骨其實是太硬的問題 就是死了屍體很久 剛剛講到竹和隻這種目標 但由於竹和隻其實它是植物 它跟人骨的受力剛度其實是剛剛很相反的 而Balistic Gel我覺的名像Peter Johnson 其實也做過一些實驗的 其實發現譬如你用刀割它 其實它輕輕一壓就進去了 但是如果真實的人皮膚 你輕輕一壓是不會進去的 What happens if I hack it ballistic gel? We're not talking about draw cutting We're just hacking I just put a nice cut in this and this is 10% ballistic gel 普通的Gelatine But look at that That was from a hack You cannot do that with a human arm I can hit just as hard and it's not going to unless I screw up and draw It's not going to go in 而Peter Johnson 他就做了很多研究 之後發現做了很多實驗之後 其實他得出來的結果 就發現了 如何可以有經濟 又可以做到模擬人體骨落的這個目標 其實最後就是你現在鏡頭眼前 看到的現在這一種報紙卷 那這種報紙卷浸濕了之後 就可以做到剛剛 Peter Johnson說的效果 I think that people consider a good cutting medium which is a lot like tatami is wet newspaper If I take it and I hack at it I get a cut But I mean It doesn't cut that easily as the other You get a little bit of a cut You don't get the same kind of cut But the idea is you have to draw cut this stuff to get a good cut It's not a bad medium really See there it didn't even cut If you look what I'm trying to say Hack a little harder Yeah you get a cut But we got it against the table too But 好了 那以後大家鏡頭面前 見到的這隻報紙卷 那其實它由我們現在叫 這隻叫做PPR水候管 還有一些叫做報紙 就去組成 那PPR管就可以模擬到人體骨落 那它的粗口度 其實大概都是根據一般人骨 平均的粗口度去選擇 那還有其實市面上 有時可能大家都會聽到 比如說PVC管 那有其他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也考慮到的問題就是 斬完之後不會碎掉 不會飛開 周圍也是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也有現在講的這種報紙卷 剛剛有講到 Peter Johnson有講到 它是最像人肉的東西 那其實最後我們加上水 浸濕了之後呢 其實它就有血液的效果 那這三樣東西的元素加起來 就令到它最後呢 它是最像一個人體骨落 和皮膚組織的一個性 好了 那我們實際也嘗試了很久 那其實我們師傅也嘗試過 斬了很多的目標 就是剛才說的 有豬骨啊 水瓶啊 脊啊 其實全部都斬過了 那其實發言如果說難度呢 現在這些有骨的報紙卷 是難過坊間的草脊很多的 那一般我們做過一些測試 其實一條報紙卷的難度 若莫是三條草脊 左右的難度 那但是我們呢 就認為 要斬到這樣的目標 你在實戰上 才可以做到 剛才我們說的 好 好 那現在看看吧 我們現在一卷塞了的報紙卷 放到一個磅浸 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若莫2磅幾 若莫1kg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又看看人的重量 人手的重量 那我會拿起了我上臂的重量 然後就只是把前臂放進去 那我們讓我看看重量 是啊 好了 那大家看到呢 其實你一個前臂的重量 都差不多是1kg左右 那我們也因為要考慮到實戰 其實你的重量 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你的面膜 是會影響到物件飛多遠 以及它能夠吃到你多少的力 那在這個實驗上面 也看到 其實在重量上面 都是很相似的